《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來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是我的老朋友 坐在我隔壁的立法會 差點沒得坐 不過現在還是坐在隔壁的議員 何秀蘭 謝謝你 你好 何秀蘭議員就上來我的節目 今天她上來 真的是議會來外 我剛才跟秀蘭說 今天說了出來說 任何事 最近議會內和外發生的事 都歡迎阿錫妮評論 我們大家談談 或者首先跟阿錫妮談一樣 最近立法會投票 我跟她很多時都是一樣 雖然我現在是民主黨 她公民起動 可能很快是公黨 不知道什麼黨 但最近投票是不同的 就是關於規管議員 在議會內的行徑 尤其是大家很多時看到 星期三開大會 有些議員行為不檢 又扔東西 很多事情搞 主席叫她停 她也不停 主席可以趕她出去 不僅是趕出去 出去之後 那天她就不用回來 有些人說她就發達了 收工 收工 去玩 但其他委員會 大部分其他委員會 就不行 不過有些委員會 都有同樣的權 例如我做的財委會 有這個權 另外一個都是常設委員會 就是關於審查議員 利益申報的委員會 也都有 其他的 譬如張目委員會 何議員也是成員 她也已經有這個權 還有一些 如果要特定設立的調查委員會 我們英文所謂的 選擇委員會 都有這些權 但其他很多事務委員會 條例寵案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甚至我們的內務委員會 都沒有這個權 那那怎樣做 到時的議員主席就說 你停 那她不停 那不行 我又不能趕你走 她說我沒辦法了 我現在休會了 那她就停了會 希望冷靜一下 然後回來再搞 那個議員又回來 又可以再搞 那她又說 如果不行就休會了 那所以我們就建議 就說是不是給了這個權 給所有的委員會主席 那我們民主黨是支持的 但是何議員她是不贊成的 那或者在這個開始 何議員說一下 其實你自己有時都做委員會主席 為什麼你覺得那些主席不需要這個權 我和Emily投票 由前線的時候開始也有不同的了 有些東西我們是相同的 整個議會都贊成那些 我們都一起投反對票 例如迪士尼 記不記得嗎 最厲害的 迪士尼三票 反對 只有三個女人反對而已 我們兩個加上六公位 現在還有些人是贊我們 哇 你們真的很有軟件 因為這個大頭罰真的慘到 不過將來才說我一劑 那又怎樣呢 還有一些我和你投票不同 都是整個議會贊成 只有兩票反對 就是當時老董拿了168億 走出來借錢給人自嚴的資業貸款 我當時和惠卿和卓仁 就沒辦法了 誓死都贊成不下了 我和吳可兒投了反對票 及很多負資產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政治判斷 當時你都是比較難想像 唯有做自己的認知範圍之內 就是最好的判斷 所以是對事就不是對人 政改我們都不同 但是大家就不需要 但是都是坐在旁邊 就沒有打打架 那次想搬位就不關他事 不是因為我是抗議坐在他旁邊 不過我遲些說 所以投票不同 在議會裏面 就算是友好 或者甚至是同黨派 其實都屢有發生 我都記得有一次前線 我們只有三個議員 三個人投三種票 對 三個人投三種票 人就贊成 因為當時保安員 由兩間變三間 他真的爭取到一些東西 我就反對 因為主要原則 公共理財就不同 事實上我從入議會以來 都沒有贊成過財政輸說案 阿慧卿就劫在我們兩個中間 喜拳 不過這個呢 老實說 投完票還被民主黨 當時被羅志剛打 一直下樓梯 羅志剛就說 你前線真厲害 三個人投三種票 我回應就是 當我們的票 不會是多一張 就反對到財政預算案 少一張就過不了的時候 我們又多元包容 所以我們不會反抬 是嗎 前線 看看你公黨是不是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 多少張票 我覺得組織 最好 當然要一起 但是有些情況是豁免的 我相信每個黨都會有的 所以大家看到慧卿 其實又不是鐵板一塊 他個人意見說了 不過以前前線都是發生三個人 三隻票 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你沒有控制 你說回這次主席權 為何你自己覺得 不應該是修改議事規則 這次真的2008年 毓民 大舊 和長毛三個 他們真的說明 是要衝擊議會規則 所以由2008年一開始 就擲招 爭取變相講髒口 然後就多次打斷官員的說話 甚至是會擲紙張 所謂擲紙張即是殺溪錢 操場 潑水 其實長毛也擲了微波爐 有一個紙製的微波爐 不是真的 不是那個糟糕 是真的 我相信長毛不是真的要擲中一個人 他拋起微波爐 其實當場體系很有喜劇效果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的保安員很高 他又要負責難節 我們的保安員就整個打排球的折網高手 即是爛網高手 一手 對 一手就爛下去 後來我也問回保安同事 原來他打籃球以前難怪這麼好身手 我們請人也要問問他這方面的技能 行不行 這個看法也有需要 但是議員在選舉的時候 說明要衝擊議會規則 他們要這樣做 其實我當然我自己不會效法 如果我覺得我會做的 我早就做了 不是08年才來做 或者就算是在誓言裏面加料 我也同意 所以我08年回來發誓 我自己都加了料 那些都沒有人吵 但是在議會裏面 是一個去到這麼踩界的位置 我覺得大家要很小心 但是今次修改議事規則 他就不是說這麼踩界的位置 他本來修訂了兩條 一個就是行為極度不檢的時候 就普通事務委員會 都可以將議員趕來會議延長 另外一個就是發言 類罪、繁艷、擁場 都可以趕走 先說發言 我們這個大家都投票相同 那個發言、擁場、繁艷 其實最擁場、繁艷不是議員 而是官員 官員就經常錄音機 重複、又重複、又重複 我同意 或者言不及義 就永世都不回答 在遊花園 所以如果這條規則過了 管盤官員 他就發達了 你趕走他就不用回家 他更開心 其實我們是不能贏的 你不規管他 他在馬五說你又不肯死 你規管他 他就說更好 最好規管我就說一分鐘 當年就算 但為什麼議員會把問題重複又重複回答 無他 因為官員不回答 我從2004到2008年離開了議會 未奸人所愛 回來後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 我真的很不習慣 我也很不想接受 在事務委員會裡 大家議員的發言 行幾分鐘 是的 行在五分鐘三分鐘 你不接受 那你想怎樣 有五里頭的就說 那你最後排隊 四個六個就沒得說 你建議怎樣處理 我也了解過 為什麼會改了這個規矩 因為據了解 有某個議員一個因 就說了二十多分鐘 就追問了二十多分鐘 令到其他人沒得問 所以有議員就很火滾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 自己的問題很重要 如果給一個舉手快的 問了整個議程的大半時間 其他人沒得說 大家覺得很不公道 所以弄了這個規矩 但是弄了這個規矩 就有其他的效果出來了 就是官員他明知道 你五分鐘就叮咚了 他又在 就算你給我四分鐘也好 那我就在 你二十分他也是這樣 你猜他二十分 你猜他會回答多一點 但是如果有得追問 他都不能夠拒絕那麼久 那為甚麼解決 兩個小時的一個會的時間 所以你能否發覺 有些小組事務委員會 特別遷就一個專題 譬如我們說脫衫手身那個 官員沒得拒絕我們 你拒絕完兩個小時 下次再來 而且我們的幾個人 會不會 所以當大家有充足時間 能夠集中一個議題去追問的時候 我們便做到事了 就是跟進徐衫手身那個 那他就真是 那個程序改了 有多些高級的警務人員 去看住 不會被隨便一個警務人員去攬拳 我們亦都說跟進 即是改變了他那個做事的規矩之後 那很重要 那我們都貴貴都跟進 他會不會有數字增加 所以我沒有反對 很多時候成立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出現 可能太多 比輸處也不勝負荷 是的 搞不定 所以就變了要有一個配額 但是也有個位置 那你就輪了 有些員員做 那一個就用這個方法去處理 但是也不是說 每一個事情議員都說 我們成立一個小組 所以你多人說一些 你也是分回來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你不是五分或者四分 除了徐三那個 還有那個跨境家庭 就是中港家庭團聚那個 那我們又真的可以 令到他有些申請 那好 現在跟著澳門那裡放寬了 就快樂實了 沒有人去質疑 那些小組委員會針對性去做到 而也不是太多人反對 唯一就是因為人力 秘書署 或者我們的房間都有限 所以議員都接受 所以搬了新大樓就會好一點 不是 還要他多些職員 秘書長你記住 多做一些 我要去稱讚周成主席 他都很明白有什麼需要 這個可以做 那回來 有些不是每一個議題 這個又成立小組委員會 那你都是問 有十六隻手舉起 那你不是限時間 那你怎能令到那十六個人 都可以問到一些問題呢 是啊 那所以就有辣有不辣了 那好啦 當大家限了五分鐘的時候 那官員就客氣了 那於是乎令到有些議員就覺得 讓你客氣了五分鐘 不如我罵了你五分鐘 就是燒燒氣 為市民燒燒氣 自己燒燒氣 就是罵了五分鐘好過 那你就變了大家中間 是不會有一個對話 那其實我們事務委員會 大家要做 我希望大家贊成 就是第一 我們質詢 撒取資料 去提問 而官員是要回答 但是當我們 有這些五分鐘 有時甚至只有三分鐘的規矩 都跟進不了的時候 那這個目標達不到 那當然就是 就是做主席 就真的要很精靈 那我做 早兩年分餅仔 分到一個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來做 那我很多時候 我看到有一些重要的問題 大家都需要知道的資料 我就會告訴委員會 這個問題我們給多點時間回答 給大家跟進 還有 未到其他委員發言的時候 如果你就同一個問題 覺得需要跟進 準插嘴 那因為 很多時候張文光 就因為界內做了很久 那他問一些東西 很到肉 很精靈的 那他一問 問得中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 大家給多點時間 不是因為我偏心張文光 是因為他的問題中 還有如果問到那些資料 是可以幫到及後提問的議員 去做到他們的問題好一點 所以其實主席除了做交通燈說 那邊放行 即是三分鐘 那邊有三分鐘 有時都真的要看看 那個討論的環節 去到哪一點 是有用的時候 給多點時間 但當然也要說聲給委員聽 為甚麼會這樣放鬆 當然 你也做了 做過 也沒有問題 就是表示如果一個主席有些事情 他想做 而那個委員會不會是沒有意見的 那意思規則是容許他做的 現在我們回到那個委員會 就是有些人做一些事情 主席未必有意見 或者有沒有意見 我相信李卓人那次都很有意見 李卓人那天不在投票 雖然李卓人那天不在 但是他也說他支持 是給主席這個權 即是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不斷說要搞些事情 主席說你不要搞了 我們要開會 他又不肯 那為甚麼你都不贊成給這個權 主席說你這樣再不停 因為我叫了你幾次停 你都不停 我覺得你現在是行為不檢 如果你行為不檢 我是可以請你出去 你今天不用回來了 那為甚麼你覺得是不需要有這個權 因為其實那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是可以優惠的 任何主席都可以優惠的 是可以優惠的 其實我也領教過 毓敏也招呼過我的了 在這個教育事務委員會裏面 他做甚麼 他吵 他爭辯是優惠的 就是他不斷 你知道毓敏聲如雄忠忠氣十足下 他說完之後 他一直在說話 其他人說話都聽不到 他一直在說話 他一直在說話 第一 官員是沒有機會回答 一直在罵下去 變成不是一個討論 或者質詢 拿資料的情況在那裡 只是罵而已 而且也過了發言時間 我通常過一些發言時間 我就不會閉得這麼緊 如果問的東西 是有討論 有些真的有五分鐘 你看到他開口說完兩分鐘 都想要停他 但是那次因為 討論已經快要散會了 其實根本就是在加長時間 不過有些議員遲了進來 我就延長時間 但是去到已經沒有一個討論氣氛的時候 我就說 我休會了 那次休緣沒有復會 不用復會 因為其實都說得八八九九 但是如果你在會議中間 你要說叫他停他 他又不停 那為什麼你不想 主席有個權威 你是這樣 我就沒有空跟你休會了 我就請你出去 我的會就要繼續 所以試過有些財委會 就不是議員 是樓上有些人在訂東西 那秘書旁邊還跟我說 你是休會 我說我不休會 我說我麻煩你停 請職員處理 因為休了會又整回來 我的時間 因為其實尤其是財委會 你不可以為任意 你又加多十五加多二十 因為他們有些議員以前 是要規定 是不准的 但是我想處理一些事情 我覺得要有效率 所以我說我不停 我叫你快點處理它 我們繼續開會 但是你覺得 這個就不好的 就應該休了會 就頂它冷靜了 那鍾薏回來又再做 我事先就有心理準備了 因為我又不會覺得 有幾個衝擊議事規則的議員 會特別優待我 就不來招呼我 所以我一早就已經想著 想著怎樣處理 怎樣搞 所以上次 當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就休會了 我也都有心理準備 如果不是說去到會議的尾聲 而是在中間 那我休完我怎樣呢 好了 休完我繼續開會 我再休 就是一路循環下去 這些會就會直播的 也都是有傳媒在看著的 也都有市民在看著 那我相信 大家就算對這個議事規則 沒有尊重也好 其實也都要關顧到市民的看法 那我相信議員 就不會說一路是這麼衝擊 還有就算去到最壞的情況 你就又休會又復會 就搞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覺得 在這個這麼開放的會議之下 公眾是會看得到 就是誰的處事方法 是怎樣自己落個判斷 就算主席沒有權力 趕他走也好 下一次那個選舉 市民就會可以做決定 那這個權力 為什麼我覺得不應該給市務委員會呢 因為在外國的議事規則 還有也都是一個實際的原則問題 在大會 那個是辯論式 還有大會是要做一個法定的決定的 我們通過法例 所以那裡是可以有效率 還有我們去到大會那裡 禁制的那些所謂辯論 都是根稿讀 因為在那個法案審議委員會裡面的時候 就已經是理論上 應該你各方不同的觀點 在那裡有充足的討論 是吧 所以在法案委員會 就更加不可以用這個權力 大家記不記得23條的時候 23條的時候 整三十幾個議員進入了 Bills Camp那裡 那你一人五分鐘 一時間 就是葉國謙就說 對不起了 你時間夠了 再排過 一排 就是三十乘五 一百五十分鐘之後 就是下兩個會才輪得回到 這樣的效率 看似有效率 其實沒有效率 看似有平等機會發言 但是想一下 有些功能組別 它只有150多票 它又五分鐘 你代表幾萬個市民的 又是五分鐘 它一用這個規則的時候 阻礙你發言 其實對市民 其實是不平等 所以我就很不想 給這個權力 給這些討論性質的 委員會主席去用 因為這樣是可以 阻礙了 阻礙了大家委員去表達 無論他是說話也好 或者他是用行動去表達也好 都是阻礙了他的表達 這個我就沒有辦法同意你 沒有啦 大家唯有 agree to disagree 不過大家不同意 就不是大家說粗口 大家對鬧 又說叫你做狗賊 說你叫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在很多情況之下 很多委員會或者大會 主席的容忍量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高到 我很多時候接觸到市民 市民是很猛的 經常說 你有沒有搞錯你立法會 這樣都可以的 他們明白有些人是小圈子選進去 但他們覺得你入到議會 是要有些規矩去做事的 而現時其實都已經很鬆 你都不會見到我們說 很多次都建議是這麼做的 是今次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引發起 因為民主派一直都不想去改的 雖然保衡黨經常都說要加強權力 但這次是扔東西 你扔一個瓶子下去 張賢忠 張賢忠還說幾句 哎呀我差點工商 有這個路 那就是你唱歌都很為難 你這樣去搞 不過不要緊 各位社會就是有多元的 是有不同意見 我鼓勵你尤其是你的年輕人 在學校讀書那些 千萬不要亂扔東西 不要用這個暴力 或者說粗口罵人 我最討厭的了 不過法律面前 就是人人平等 雖然立法會議員 就有一個權力及特權的保護 就勉於在會議裏面 或者在開會途中 受拘捕或者受阻擋 但是如果他在會議場合裏面 做出一個襲擊人身的行為 就是扔中了 這個也是刑事罪行 秘書處都有規程 就是如果有這些罪行發生的時候 就是邀請警方 就是請我們協助我們執法 那些議員不是開完會之後 就被拘捕了 是嗎 所以這裡要跟大家 網民解釋 議員是沒有特權的 就是他衝擊議事規則 是一回事 但是都是不能夠犯香港的刑事罪行 其實那裡有一條界線 於是他們在議會裏面衝擊規則 就是他最大的後果 都是阻止你開會 但是他又有幾萬票選進來 他的選民是想去阻止開會的 我就希望那些議員 就是衝擊議事規則的議員 尊重大家 但是如果支持他的市民 是希望或者是覺得 這個議會都不值得尊重的 就是想他進來做這件事 我就不同意這些行為 但是我都要尊重這批市民的選擇 最好就是到下一個選舉的時候 市民大家再次選擇 或者他們更多票或者會跌票 就反過來我們這些 不犯規的不衝擊的 或者會跌票或者會更多票 但是這個就由市民去決定 市民當然有些能力去決定 但是我們的選舉制度 亦都令到 譬如說你明年的立法會地區選舉 因為現在都沒有宣佈 不過很多傳媒都報導 因為是加了五席 是地區直選有35席 那是五個區 有些好像新界那兩個區 新界東或者新界西 每一個區是會有九席 如果你在九席裏面 你想拿一席也不是那麼難 就是你拿百分之幾的票 一定低於百分之十 你已經可以拿到一席 亦都是這個制度 是鼓勵不同的人去組黨 當然不是說你公黨 有些人會覺得 我一個人可以進去 我一個人擋都好 我又可以拿到一個議席 就是我那次好幾個星期前 我請了一國兩制的張志剛上來 跟他講起那個選舉制度 他都覺得是非常不堪 他說現在香港是懂得分 不適合 一直是這麼分 他也不只是說哪個派 派派也是 這個建制派也是 所以他覺得是很有問題 所以你說有些人是會拿到支持 這個是可能是 這個是最終市民決定 但是反而來 我們支持用議事規則 去令到會有秩序 進行我們亦都會做 所以我相信這些衝擊 或者什麼 繼續來的 不總之勸啊你們 一定要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那講完那個 就講一下 現在最熱門了 就是這個違規去僭建 那些 我們梁耀忠議員 以前也是我們前線的人 也是民主派 今天又中了 剛才我準備做節目之前 聽到梁耀忠議員上去電台說 他說他做住頂樓 就弄了一個淫棚 那我議署就叫他拆 他就問一下管理署 管理署就說 我們整棟樓都要搞很多東西的 不如等一起做吧 便宜一點 等兩年 他又會拆的 但是他是一個淫棚 但是有些民建聯的幾個 譬如第一個是陳鑑林 好像張學鳴 張學鳴、陳鑑林、黃蓉根 他真的見到一些東西比較多 我今次看到報紙 就說民建聯黨團開了會 黨團的意思是 就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自己上個星期就開了會 就談了出來什麼都不用做 不會叫議員去拆的 現在要看政府如何去處理 老實說 你和我都回家看看 看看有沒有遷見 我亦都呼籲民主黨也好 所有議員自己都去看看 收拾一下 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Emily 你也知道我都住過村屋 很多遷見 不是 沒有 我當時幫你助選 你送我回家 我第一次跟他助選 送我回家 你考慮清楚 1991年 嚇死你 你都未出生 是呀 兒子 女兒 當時我都問他 考慮清楚 算是很遠 差不多進入禁區 其實陳鑑林就說 天台很熱 頂層 所以上面就整間玻璃屋 就隔熱 你住得天台也預料了 市區天台也很熱 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市區所有天台簽證 都要整多一層 你覺得就沒得談的 當然不行 其實隔熱有兩個方法 第一 就是上面也有一個小的屋子 給樓梯上去 剛剛上樓梯 原先或積都有一個小的屋子在 那裡都可以擺到洗衣機 擺到一些書 雜物 夠了 如果你只是擺雜物 住三層那麼多 你擺到二千一呎 你要那麼多地方做甚麼 不要說多 沒有人嫌多 就是合法合理 其實在那間屋子 已經可以做一些 新宿性的嚴縫 在屋子又新一些東西出來 我真的不懂 那些接縫 用帆布或用膠做那些 譬如好像我們見到一些露天餐廳 曬的時候就可以新的接縫出來 平時就收回進去 那些是容許的 那些不是叫僭建 那這個已經可以遮擋一些太陽 還有種多些盆栽 政府現在都屋頂綠化 不過又怕漏水 種些東西漏下去就漏 其實你可以放了一些花盆在那裡 你留一條路給自己走 一大部分就種了盆栽 種更少的香草菜都可以 那這個已經可以隔熱了 還有我看到圖片顯示出來 陳鑑林那間 可能問題就不只是天台見玻璃屋 那下面好像有 是的 見玻璃屋都容易拆 那條樓梯 它是在那間屋子凸出來的 它的樓梯當然是密封 但是它整條樓梯在外面建的 是的 在角位那裡 通常村屋前面有二三百呎的地方 給你種花那些地都是你的 在騎樓樓下的地就是你的了 它在外面就建了一個花槽 建這個花槽其實是不必要的 你想拜花盆也可以 那個拆也容易 但是我建張照片它最困難是哪裏呢 就是它在角落頭那裏 那條樓梯 那條樓梯就跟花槽成直線成平牌 現在就有人提出來 就說它那條樓梯 都可能是它村屋應該佔的位置之外 那裡去建的 是用這些周邊 是它範圍以內的空地 那裏建的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要拆樓梯 不過這個就等一些屋宇柱 以及即使慢慢去研究 但是如果萬一這條樓梯 都真的佔了外面的地的時候 這個就不可以說無知了 當然 所以我相信第一 就是政府要執法 因為你和我現在坐在這裏 我們都未做過實際的調查 但是就叫議員自己本身 大家要檢點一點 如果有的就立刻去自首 去拆掉它 政府也要去做 因為如果政府不做 人家就會得到一個印象 因為他是議員 你又不做 我無端端 有些人現在經常吵 說什麼對個浪三架 或者什麼都要逼他去拆 林鄭月娥局長就說了一些東西 她就說其實是一視同仁的 政府執法就不會因為某個人的背景 但是有些人就說不是 我們在市區那些 就是很少的犯了 你都要逼我們拆 不是說有些東西不是有即時危險 你就容忍 不是好像你說到這樣 我們那些那麼少你又逼我們拆 他們那些那麼大你又不逼他拆 所以整件事搞到 就真的有一個大頭罰 這個你就是發展社務委員會 你們應該在你們那裡發展 我覺得不過真是 唉 這個有一個問題 香港其實那個市民居住的空間 是很小 所以我一個兩個禮拜前 我都問了一條問題 就是由公屋開始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新的政策 是給更多一些空間 市民居住 如果公屋的單位大一點 你一路會有連鎖效應的 你將來我們希望復健居屋 你什麼治安針都要大一點 你私人都大一點 你記不記得郭隆斌 他幾個月前來香港徐京 在台北上建公屋 他看完了 他說都什麼 不過他說我們台北建的公屋 一定會帶你們兩倍 死定了 所以我就問了 局長局長又說 我們又不可以和大家比較 我們又做了很多東西 香港又不夠地 其實一個地方有很多地 就叫做郊野公園 可能都未必去到那裡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舊樓 如果可以重建都可以找到 但是我就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全面放寬市民居住的空間 就算郊野公園 這個神聖不可以侵犯 整個社會是可以去談的 我覺得很慘 尤其是小孩子 在家裡住二百多呎 三百呎 住四個人 不住六個人 鬼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走到街上晚上去玩 所以是一個全部連鎖的問題 但是現在 你有法就要執 有些人很少說《基本法》 他說《基本法》 那些傳統的居民 新界的傳統的鄉市居民的利益 權益要保衛 你覺得會不會去到那裡 記得利益 你想它吐出來 當然是很困難的 這個就是草擬《基本法》的時候 繼續了以前殖民地的那個丁權 其實以前英國人發展新界的時候 當時新界居民就真的是魚塘 種菜 種田 這個是他的生計來的 你收了他的生計土地 要來蓋路 蓋各樣設施 你賠回房子給他 這個就很接受 也很理解 但是說我要負責你世世代代 好了 你負責下一代 都算了 到現在我們香港真的發展得這麼好 新界其實很多居民 原居民都已經是 學歷程度很高 在社會上是很有地位 而他也一早已經不是靠種田養魚為生 那你還是要讓這個丁權 是這麼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鬼不是不夠地嗎 所以一早應該檢討 政府說了很多年 但是完全都動不了 因為這個利益集團實在太大 但你就算說《基本法》起草的時候 當時我聽到 當時的港澳辦主任是魯平 魯平是贊成畫了那句 但是後來都動不了 他們的勢力是非常龐大 但是你勢力歸勢力 大家都要守一下法 如果不是的時候 香港和內地相比 其中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有法治 是市民肯守 法治其實可能是很脆弱的 你就是有你的法 我就衝你了 你喜歡就抓我去坐牢 你發什麼鬼的字 但是香港基本上 大家都肯守 當然有人公民抗明 但是也不是那麼多 而去到法院當他判的時候 絕大部分 無論你輸或者贏 市民都會服氣 五福就上訴 但是他都對程序是服氣 那你現在港澳大橋 那就沒得起了 就說這個環評 有事 有些人可能很有意見 又說將來香港要賠多二百億 或者三十億 多少億 又要不知累了多久 但是大家覺得市民是有權去法院 法院也都有權 作出判斷 判了之後你又有權去上訴 政府現在都會做 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是英國人遺留下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寶貴的東西 我就希望政府也好 哪個居民也好 就不要衝擊這件事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除非我們說要公民抗命 不然第一件事 我們要以身作則 即是有些規矩 有些法例 我們就要守 不然你每天打開報紙都有 那你怎麼搞 立法會真是將來被人叫 歪這個陰 你就知道多噁心 不過北京在收回香港 無論是程序上 政制上 或者是人心層面 那個方法都是非常之差 香港人對北京管治的信心有限 大家都知道 為甚麼 因為他沒有民主 又強權又高壓 去打壓不同意見 於是無論在主權移交之前之後 都是靠派利益 去拿多些支持 但是你派利益 好像新界叮權一樣 你當時想 本來應該是一個好的契機 去取消延續世襲權益的制度 你又不敢 你為了要拿新界這麼大的社群的支持 你就由影響香港發展的制度繼續下去 其實市區也是 你想地產商支持你 財團支持你 你就繼續容許去高地價 刮術普通市民 於是做了一個惡性循環 香港管治越來就越不行 怨氣越來越多 政府你都知道 尤其是有些議題 你們還跟得多於我 因為現在我們在民主黨都分了工 他很多東西 尤其是有些福利 或者一些甚麼 他給出來 或者有些支援基層市民 他就說 我們不要濫用 很緊張濫用 這裡又濫用20元 那裡又濫用2000元 這裡又濫用4000元 不行的 你不可以濫用 一我說如果濫用你有規矩 我也贊成 如果是犯了規理 你就去處理 但是市民說 喂 那些地產商去濫用 又發水樓 又躲又怒 到現在都沒有法例去規管 你去街上買東西 買錯了 不行的 你都可以去告他 哇 你買層樓幾百萬幾千萬 有甚麼事 沒得動的 他去濫用你又不做事 你以為這是甚麼的政府 真的很生氣 所以他一說濫用 你不要再說濫用 我們這些小小濫用 你就追殺到天腳底 哇 那些人濫用 濫用到肥到何鴻燊 哇 肥到物都優不起 哇 每個個億萬 億萬富豪 全世界的富豪 很多在香港找到 人家說你香港有沒有搞錯 這麼少人 為何要這麼多錢 我就是了 大部分人的錢 就落到小小人的口袋裡 你說這個政府多活該 還有最濫用 另外最濫用的 就是現在警察 濫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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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用甚麼權力 在說話 無日無知 昨天我參加了 昨天就是星期日 同志群體 在洛克道 東角道那裡 有一個不再恐童日的街頭集會 他們每年都舉行 他們每年都舉行 你沒有找我 為甚麼 我每年都支持 有林漫光 和我大家一起出席去撐 因為我們撐完之後 發言完畢之後 就要跟同志團體去拍一個錄影 就是另外一個計劃 所以去了另一個地方去拍錄影 他們就繼續他們之下的節目 有社群走出來跳舞 警察衰到 他們沒有向影視娛樂處申請 公眾地方 跳舞 就是跳舞的牌照 可以拘捕人嗎 停止了他們的集會 不准 你知道同志群體就很害怕 就是不會跟他們衝過公民抗命 所以集會本來應該是五時鐘才結束 四時半就結束了 喂 其實 你自然不會捕 民主女神出來都被人拘捕 又是同樣沒有牌 就是當我們的政府 愚昧 蠢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資格去發展西九呢 在街上跳舞 都說你不拿牌不行 其實大家要問這些規則 拿牌後面有一個原因 不是說什麼都一定要拿牌才讓他做 譬如我們說聖誕新年倒數 劉德華或者哪間唱片公司 在尖沙咀那裡搞大型節目 又要拖很多電 又要燈光 又有很大的抗音器 又有很多人群聚集去看表演 你要管制 因為太大型了 太多人群聚集 你要去拿牌 這群聚集團體 就是只有200多人在洛克道 又不是說找郭富城出來跳 而且又封了路 是行人尊庸區 政府有時真的很過分 那一套音響 我們發言的時候也是那套音響 之後放音樂跳舞 也是那套音響 沒有說大聲 又沒有說 好像幻彩榮香江 照到通道都撐了眼 你要人家拿什麼牌 這些是嗎 結果有個義工又嚇到哭了 你說這些警察是不是 就是一個字 蠢 而且真的是濫用 這些真的是濫用權 所以 好像艾薇薇那件事 不過現在那件事 他怕不會抓人 不知道他怎樣 有些事情 你用什麼緊張 又說用重案做 去追那個年輕人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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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 有些人都會說 不要 整到周圍 但是我覺得 就算是真的 是不是要重案做 是吧 Emily 你家裡樓下 有沒有見過 有些什麼通渠王 渠王 有賣的電話號碼 還有這個修理沙發 各樣東西 有些是圖案 有些是貼紙 都是不應該可以做的 那些都是噴的 都是噴下去 有時候噴在我們那些橫額那套 但是我們又包容得很大 方便別人做生意 有什麼所謂 但是你執法要一視同仁 我不是說拘捕就拘捕得對 第一拘捕就已經不是那麼對 第二還明顯是有選擇性 就是政治打壓 這些就行 那些就不行 說到公眾地方要拿影視牌照 你記不記得政府在申請撥款亞運的時候 在政立法會對面遮打 整了一個竹節會 就是慶祝東亞運拿金牌 順手支持他們拿這個亞運撥款 多吵多大聲 還要整班高官走出去撐牆 搞到我們會議廳裡面都聽到他的音樂聲 喂這些你就去拘捕他 就真是滋擾隔離 你一定知道香港絕大部份的法例 是不適用於政府 這個真是離譜 這個絕對是英王遺留下來的東西 去到社民連有成員 捧著一盒粟米班纜凡去追著特首 被控在公眾場所大聲圈話 引起秩序混亂 我想問你班高官 當時拿著大聲工 跟別人對鬧喊起鬧 不是公眾場所大聲圈話 不是激動情緒引起公眾混亂 你要學我這樣 做個私人起訴 好像我當年私人起訴新華社 那你要小心一些技術程序 有些事情如果政府自己犯法 他自己當然不會動自己 你就找個律師幫你 但如果你不行 你就要預住百多萬去陪 多謝何秀蘭 你當時幫我們一起去審判 現在的時間剩下來不多 不過就問問何秀蘭 因為前兩天我們一起去看 新大樓的 其實老實說 我和你真的不是很急 雖然新大樓剛才他也說 新大樓有它的好處 因為它會有更多地方 到時議員開會 各樣東西都會方便 嘩 議事廳大了很多 如果你坐美牌 crispy 將會扔招招招直 尤其之後 你自己是否挺滿意 還是覺得很一般 我覺得原則上都是有些問題 因為其實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 都是不應該握握一塊的 應該分開兩個地方 何況旁邊還有一個解放軍總部 三個在一起 當然不能回頭 我就不會像有些議員那樣 最低工資都來了 他又叫你停止 然後還有些什麼 西九又叫你停止 那樣 我就不會了 但是其實立法機關應該是獨立 還有我們大樓 我們現在100年歷史的立法會大樓 也真的有它的歷史 那個建築是很有尊嚴 其實我自己一直很擔心 就是去到新大樓那裡 搞得好像酒店商場那樣 那就死火 所以一直在跟進那裡 都不斷提出一個原則 就是大樓不可以搞到變成五星級酒店 不可以變成會議中心 一定要有一個立法機關的尊嚴 說一說給大家聽 何秀蘭和我都是立法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這個委員會就好像是有些說 就是董事局那樣 管什麼呢 就是管立法會的職員 還有很多行政需要的東西 所以變成何秀蘭同學 很多時候都會開會 去討論那個新大樓的進展 還有其他事情 譬如每年我們立法會拿錢 給一些職員 要去撥款 要出糧 各樣東西都是我們管的 剛才她說 就是在那些委員會裡提出了她的關注 那你覺得照不照顧得到 原則那個沒有得回頭 其實以前我聽Emily說 曾經說過 都考慮過在遮打花園 下面就往地下挖 就做很多 其實另外一個可以做的 就是收回美利多層停車場大廈 將它重建 變成總部做社設 但現在這些沒有得回頭 但是那個新的大樓裡面 其實我們要照顧到開放性 透明度 就是不可以說 立法機關就是你那六七十個議員 好像自己私人會所 在裡面享受特權 不是 一個立法機關 是應該向公眾開放 給公眾監察 給傳媒監察 所以就一定要照顧到 公眾和傳媒可以在裡面 看得到開會 但是也要留意到保安 最近今年我去了英國國會那裡去學習 看了他們的新大樓 他們就用了很多玻璃 看到了 還有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中庭 大家可以在那裡 旁邊有一些餐廳 議員、職員 可以在那裡吃飯 跟記者聊天 各樣東西 但是它就貌似開放了 但是那些玻璃你看得到 你開不了的 公眾一進去就要上一樓了 上了一樓去看了那些會議室 看到那些樣板之後 也都上不到在上面那一層 然後就經過職員 就立刻帶回他們 就過隔離 就是舊的西敏寺那邊的議會那裡參觀 那他們就可以做得到這個 網絡有開放的感覺 但是又同時做到保安的效果 我相信這個很重要 我相信吳文華秘書長和他的同事 如果有需要我多問 那些何秀蘭議員 取下經 或者最後講講 就是民意食為天 我們立法會新大樓都有餐廳 也會開放給公眾 那些不是很豪華的餐廳 但是沒有人投 我們那個就是快餐店和茶餐廳之間的物體 沒有人投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我們太過嚴苛 太難服侍 而且我們是投訴一續 可能大家有個印象就是 哇 你這些立法會議員 什麼都挑剔得一餐的 什麼都講一餐的 走來做 用什麼二天聽你的投訴都死了 我們又聽到議員的意見 不如我們將我們以前立法會辯論 說吃東西的要求都放進去 又要少鹽少糖少油 要怎樣健康 又要捨棋 又要捨棋 全部都放進去 現在就這樣 有些人很擔心 死了死了沒得吃又怎樣 不過其實我聽聞隔離左右 即新大樓那裏 就有些食肆已經進去了 對面那些商業大樓 現在大展拳腳 網拳拆著 其實就不是等我們 最重要是等政府總部 政府總部 那裏有很多人 因為立法會和政府總部 加起來 那裏會有兩千人的將來 還有訪客呢 所以幾條天橋 行人天橋都可以走倒 但是我相信我們都會接受 行管會會接受 將那些條件 沒有那麼可嚇也好 或者令它吸引一點 如果不是畫了一個衛星的餐廳 到時沒有餐廳 就很大件事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在政府總部 即現在政府山那裏七樓 一直都有個食堂 一直都招到標 我們這些嘩鬼議員 都經常去吃 都不是太多挑剔的 不過我來講 真的不是太好吃 即是吃就要吃 不過其實它有些規矩是很嚴重的 即是我們議員可以去吃 因為審計處 你現在就在帳務委會 在前幾年帳務委會看過 因為說政府有些食堂 即是濫用 即是人都可以進去吃 那個做的當然是歡迎 有客人 但是原來政府可以給你 其實政府是有些著頌的 要求自己的員工 對 而且有一個規定 要不然為何無緣無故給你一些好處 就是要你這樣 但是你又想自己越賺越多 所以政府我聽聞 就是他新的大樓 他都會有個食堂 但是我們那個 有些人現在就很憂心 搞不搞定 我聽到就是 因為我們又有個委員會 你不是那個 就是負責這個 這個食堂照表 不是 我就是這個教育設施委員會 等一下可以說 但是食堂那個 我們聽聞他們急急開會 就有些新的建議 我們遲些行政管理委員會 開會就聽聽他怎麼說 不如你講一下你教育那位 會不會有些甚麼建議 那裡就是 基於我們剛才說的原則 就是要向公眾開放 尤其是向年輕一代 向學生開放 就讓同學仔 就從小就已經知道 議會是怎樣運作 也都關心議會的決策過程 各樣 所以就第一 我們裡面就會有一個會議室 就特意是留來給中學和大學同學 去做模擬辯論的 當然小學就是你肯來 都會一樣留給他 就去辦立法會議員 大家去體驗一下 這個投票辯論的過程 另外呢 我們有一個小的幼兒角落 我給了一個花名去的 叫做蛙鬼樂園 就在這個大堂入口 一個角落那裡 裡面就佈置到好像幼稚園那樣 大家可以坐地下 有一棵樹 大家投票的時候 就把樹葉掛上去代表投票 也都有故事書 還有大樓裡面 就有不少可以互動的電腦屏幕 讓大家可以按鍵 就去看到一些資料 同學來參觀的時候 團體來參觀的時候都一樣 就有一本好像護照這樣的物體 就給他 他一路進去就可以在這裡 自己拍照貼進去 在裡面做一些筆記 當他參觀完立法會大樓之後 就有一本護照的記事簿 就拿走回去作為一個紀念 都相當好 但是最重要呢 都是軟件 除了硬件之外 軟件都很重要 我們將來就會有一個展覽的地方 秘書處同事問我 他說可不可以向外 找人來做呢 我說當然好 省下秘書處同事的工作量 要不然我們都搞不到這麼多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同一個議題 還要同時 給兩面正反的意見 團體一起放資料出來 譬如好像同志婚姻一樣 我們找同志團體 講他的理據 為什麼說要有婚姻權利 同事記得叫明光社 或者其他教會 或者教育機構 那你就放你反對的理據在這裡 就讓進來參觀的同學 同時間看到正反兩樣 可能有三樣 看看位置有多少 這個多元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辯論的 那我的看法就是 你千萬不要說要政治中立 我說立法會沒有政治中立 全部都是有政治性的 我經常說中立那些死光 還有中立親當然是和禧 你放些和禧在這裡有什麼位置 學生看不到你究竟在咬什麼 給一些尖銳的意見 那天我們去巡邏 為什麼要去巡邏 不是我們緊張 說要快點起好 是曾蔭權 報胎 因為他想十月來讀 最後那份施政報告 這是公開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他很緊張 開不開到的 那我們去巡邏 那些工作人員跟我們說 我們就拍照 在了農那裡拍照 死火剛才你說的 真是大件事 不過都很貼切的 這就是一個了農 反映了立法會現在很多局限 對 中央政府給我們的了農 那每天呢 我們要衝破了農 拖人普選 今天謝謝何秀蘭 上來和大家討論議會內外 我們很有趣的 我們在裡面 一定不會閉眼睡的 多謝謝 謝謝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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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理?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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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